伊朗襲擊以色列 美國急鞏固中東軍力 法輪功學員紐約時代廣場大練功 長和創冠 英國爆13年來最嚴重暴動 庇護者旅館攻擊 芒格拉暴力衝突至90多人罹難 美國大使館呼籲公民快逃 戰爭一觸即發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即時新聞》 我是芷山 今天是8月5日 星期一 下面是詳細內容 美國Axio新聞網 當地時間8月4日最新報導說 伊朗最早在5日襲擊以色列 在中東地區局勢極度緊張的背景下 美國已經宣布調派 林肯號航空母艦戰鬥群道中東 取代目前的阿曼灣的羅斯福號 美國防長奧斯丁下令 向中東和歐洲爭派 可擊軌彈道導彈的巡洋艦和驅逐艦 並爭派一支新的戰鬥機中隊 美國官員說 希望這個宣布有助於威懾伊朗 並影響它的軍事計劃 Axios報導指出 兩名美國官員說 負責中東地區的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 富里拉3號抵達該地區 目前伊朗為報復哈馬斯和真主黨高層領導人 被暗殺而可能對以色列發動的襲擊 仍然在進行準備 一位美國官員說 富里拉的中東之行 是在以色列、伊朗和真主黨之間的緊張局勢 最近升級之前就計劃好的 但預計他將利用這次訪問 努力動員國際和地區聯盟保衛以色列 免受伊朗襲擊 就好像今年4月一樣 伊朗和真主黨領導人誓言 要對真主黨最高軍事指揮官 舒克爾和哈馬斯政治領袖 哈尼亞被暗殺一事進行報復 五角大樓發言人 辛格爾號發表聲明說 防長奧斯丁已經下令 調整美國的軍事態勢 正在加強在中東的軍力 為伊朗可能襲擊以色列做準備 並向該地區派遣更多軍艦和戰鬥機 目前是在增加對以色列的支持 確保美國做好應對各種突發事件的準備 美國官員預計 伊朗在任何報復行動都將沿用4月13日襲擊以色列的劇本 但規模可能更大 黎巴嫩新著黨也可能參與其中 拜登政府擔心 由於哈尼亞被暗殺 是在以色列和哈馬斯戰爭的背景下發生的 在整個地區引發了強烈的反以色列情緒 因此動員國際和地區國家組成的聯盟 可能會更加困難 拜登在3日被記者問到 是不是認為伊朗會退縮的時候 他表示 我希望是這樣 但我不知道 今年4月 以色列對伊朗駐敘利亞使館領事部門建築 進行導彈襲擊 導致伊朗在敘利亞的幾名指揮官和軍事顧問身亡 隨後伊朗向以色列目標發射了幾十枚導彈和無人機 報道說在這個衝突中 約旦發揮了重要作用 攔截進入他的領土飛往以色列的伊朗無人機 並允許美國和以色列戰機利用他的空域攔截伊朗無人機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 新的局勢和4月的時候完全不同 當時伊朗提前72小時通知了輪郭 將要對以色列實施打擊 但這次伊朗拒絕回應各國的外交努力 一名伊朗外交官表示 以色列已經踩了所有紅線 伊朗的反應將是迅速而強有力的 各國試圖說服德克蘭不要令局勢升級是徒勞的 當地時間4日凌晨 黎巴嫩真駐黨宣布 向以色列北部發射幾十枚火箭彈 以報復以色列對黎巴嫩南部的襲擊 以色列總理萊塔尼亞湖4日聲稱 以色列已經做好一切準備 假如受到攻擊 將予以嚴厲反擊 8月3日 在熱鬧的紐約曼克頓時代廣場 出現了一道寧靜、長獲的風景線 紐約部分中西族裔的法輪功學員 在這個世界的十字路口進行集體大練功 向紐約市民以及世界各地的旅客 展示法輪功五套功法 吸引了很多民眾停下腳步觀看 和進一步了解 有些人當場學工 時代廣場是紐約曼克頓的著名地標 這裡人來人往、熱鬧非凡 上面有一個大電子廣告屏幕 不停在播放 這裡是紐約市人流最多的地方 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都在這裡交回 當天天氣浩熱烈日當空 但是法輪功學員無謂浩暑 總共練功三個小時 在空底上 他們伴隨著練功音樂 整齊地展現 緩、慢、緩的法輪功動功功法 以及正功功法 音樂聲中 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 發出的練功口令 以及練功音樂 響遍該區 充滿力量 不少遊客被眼前祥和的 練功和打坐場面所吸引 紛紛停下腳步來拍照 錄影以及了解更多 活動協調人George介紹說 時代廣場是西方世界中心的中心 在這裡展示法輪大法的功法 和大法的美好 令善良的美國人 和世界各地的人都知道大法 當日來參加活動的學員 來自各行各業 包括金融、媒體、研究所 也有搞藝術的、做生意的 年齡從幾歲的小朋友 到七、八十歲的老年修煉者都有 這個也反映出法輪大法 深受社會各階層 各族裔的人歡迎 在紐約地區 有31個對外公開的免費義務教工點 George還說 借這個機會也感謝美國政府 和美國人民多年來對法輪功的支持 特別是今年6月 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了 《法輪功保護法案》 希望不久的將來 該法案能成為美國的法律 英國在7月29日發生3名孩童遭到謀殺一案 在各地引發滋擾重生 八名漢一家旅館成為攻擊目標 首相司機嫌8月4日警告 引領反移民暴力集會的抗議人士 將會後悔參與英國13年來最嚴重暴動 中央社引述發生社報道 由亦引領反移民暴動集會 在英國部分地區引發動亂 警方4日表示 中部城市八名漢附近一間 向來提供尋求庇護者暫時安頓的旅館 成為攻擊目標 7月29日英格蘭西部利物浦 以北崩海城市南港 一個兒童舞蹈班發生遲到攻擊 導致3名孩童喪生 事發後 有人散播根本案有關的假消息 在幾個城鎮引發一波動盪 反而民事威群眾和警方爆發衝突 英國廣播公司播出的畫面 可以看到 暴民闖入羅斯勒姆一間 用於安置尋求庇護者的旅館 他們還將一個焚燒的垃圾桶 推入了那棟建築 當時裏面 又沒有尋求庇護者則不得而知 而在英國東北部城市 米德爾斯堡 數以百計抗議人士 與磁盾牌的真報員警對抗 有人對警方投訂專塊銅棺等物品 還有抗議人士奪走 法新社記者的攝影機 然後將它扔爛 受到影響的記者沒有受傷 在這波新騷動之前 警方表示 抗議人士3日在利物浦 曼徹斯特 布里斯托 赫茨 赫爾 以及北愛爾蘭北部 貝爾法斯特等地集會 共有超過150人被捕 這是英國自2011年 下歸以來最嚴重的暴亂 當時一名混血男子 在倫敦北部遭原警殺害 引發大規模動盪 在8月4日 曼加拉再次發生全國性致命衝突 造成至少91人死亡 其中包括13名原警 以及幾十人受傷 警方發射催淚煙 並投訂閃光彈 驅散幾萬名 要求該國總理辭職的抗議者 在4日 警方和醫生報告了首都達卡同北部地區 博古拉、柏保納、同郎保爾 以及西部的馬古拉 東部的科米拉 南部的巴里薩爾 和費尼的死亡事件 在4日較早的時候 示威者封鎖了主要高速公路 學生抗議者發起了一項不合作計劃 敦促總理辭職 暴力事件在全國蔓延 目擊者說 在柏保納東北部地區 抗議者和哈西拿執政的人民聯盟活動人士 發生衝突 造成了至少3人死亡 50人受傷 醫院官員說 博古拉北部地區的暴力事件造成2人死亡 其他9個地區有20人死亡 哈西拿的批評者以及人權組織指責 他的政府過度使用武力 來鎮壓這場運動 但他和他的部長否認了這項指控 總理哈西拿在1月份選舉中贏得第4個任期 但這次選舉遭到了主要反對派 孟加拉民族主義黨的抵制 哈西拿在國家安全小組會議後表示 現在在街頭抗議的人不是學生 而是企圖破壞國家穩定的恐怖分子 我呼籲我們的同胞 用強有力的手段鎮壓這些恐怖分子 上個月 學生團體領導的抗議政府公務員配額的示威活動 引發了暴力事件造成至少150人死亡 幾千人受傷 約1萬人被捕 在最高法院取消大部分配額後 抗議活動暫停 但上個星期學生以零星抗議活動 重返街頭 要求受害者家屬伸張正義 中東緊張局勢一觸即發 擔憂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黨爆發全面戰爭 美國駐黎巴嫩貝魯特大使館 在3號呼籲在當地的美國公民 若能取得任何可用機票 儘速離開黎巴嫩 美國大使館聲明指出 多間航空公司已暫停和取消航班 很多航班已受刑 但離開黎巴嫩的商業交通選擇仍然可用 聲明鼓勵想要離開黎巴嫩的人 盡量訂任何可能訂到的機票 選擇留在黎巴嫩的人 應制定應急計劃 並做好長期避難的準備 英國外交大臣林韋德 也發出類似的警告 他表示 該地區局勢可能會迅速惡化 英國表示 將派遣押外的軍事人員、領事人員 和邊境部隊官員來幫助疏散 但敦促英國公民 在商業航班運行時離開黎巴嫩 哈馬斯政治局領袖哈尼亞 7月31日在伊朗被暗殺 伊朗誓言要對以色列進行嚴厲報復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黨 處於全面戰爭的邊緣 為應對伊朗、哈馬斯 和黎巴嫩真主黨的威脅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 已經下令林肯號航母打擊群前往中東 並增派具備彈道導彈防禦能力的巡洋艦和驅逐艦 奧斯汀還下令派遣戰機中隊 以加強美軍空中防禦支援能力 協防以色列 兩艘英國軍艦已經抵達該地區 英國皇家空軍也派出運輸直升機代名 以色列總理內塔利亞湖 警告以色列人 充滿挑戰的日子即將到來 我們聽到了來自各方的威脅 我們已為任何情況做好準備 糟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